花友寄过来一个石化柜让我挑战一下 说养死养活的自己玩玩 然后呢打开看一看 这一颗不便宜的 小小的一颗就一两百 给大家看看什么东西 老花一你好 寄两盆你帮忙给养着 估计时间的很长 我家还有几盆 我这也给你一起养着 看会不会出什么问题 希望你能够出几期视频 讲一讲在养护中出现的问题和注意事项 有什么问题 你就出视频分享给花友们 好嘞 这个呢是一个比较小众的一些花呢 就石化柜这些个呢 类似于松柏一系列的 就这种小盆景系列的 很多的花友呢喜欢玩 但是种的 种的时候呢养的时候呢养不好 也不知道选用什么质量 这了那了的 咱们呢就今天借着这些事 给大家好好的叨叨一下 这个 就这种小小的 其实这种东西非常的皮实和好养 就是小众 长得非常的奇特 你看这面是这种白白的银色的 你看这面 它就显得像石化了的感觉 这个要是养到大的好几年 这个一会儿两会儿的它是养不大的 这个一不小心把盆子给划破了 你看根系都已经长满了 这个花友用的是赤玉土 日本三线的 应该不需要咱们干嘛了 这个就需要正常养的就行了 它放进来的这个水苔啊 它是用来保湿的 因为这个赤玉土 就像咱们之前养那个水晶花竹那种 它那个保湿性就不好 它用上这个东西是用来保湿的 这个东西就是靠时间了 时间时间 就一直涨一直涨一直涨 然后呢 咱们就暂时先不给它施肥了 因为不论买到什么花啊 花友们 就是你买到什么花也好 到你手里边 别着急施肥 过它半个月再施没事 因为人是一天吃三到四顿饭 而植物呢 是一个月吃三到四顿饭 所以说 饿它个半个月 等于饿一顿 没什么事 好吧 会更加利于它的一个适应环境 接下来咱们就没什么可弄的了 这个花友用的土也没毛病 用的是纯颗粒 掺了一些个水洗过的一些细合砂 用水材做一个铺面 作为一个保湿 这种东西的一个养护呢 就是时间 它其实非常的皮实 很多的话 有养一些个盆颈类的 或者松柏类的养不活 多半都是因为什么呢 光照不足 然后拼命浇水 要么呢 就是忽略了它 给忘了 夏季高温的时候 认为很难汗 结果呢 忘了浇水 给汗死了 多了没啥 后期咱们再加肥 然后呢 这个倒手之后呢 就做个开箱 给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 然后呢 感谢这位花友提供的素材 养好了之后呢 我再给您寄回去 这段时间呢 就先这么招 先让它把根系 先发育满了再说 因为根系还没满 咱们就不先动盆了 好 感谢花友提供的素材 花友们 如果日后需要 看什么样的养花素材 我手上没有的话 您可以寄过来 如果说 您手上也没有 想要挑战的话呢 您可以发给我链接 我去给大家做开箱 好了 老花一 谢谢大家提供的素材 再次感谢 感谢你们 日后的时候 会给大家持续的去更新 这些个养护 觉得不错 记得点个赞 我是老花一 养花瘁专一 拜拜